星云大师说 做人要从读书开始 阅读可以让我们 独做一个人 独明一点理 独悟一些缘 独懂一颗心 欢迎来到我的阅读时光 我是妙开 大家平安吉祥 举凡水陆法会或大法会圆满日 不少道场会放宴口 或者举办超见法会 那么放宴口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举办这项仪轨 佛陀的弟子名叫欧南尊者 有一天独自在林中休息禅定 欧南看见一个面貌丑陋的鬼王 不但头发散乱 腹大如山 连咽喉都细如针 而且口中不断的喷出火焰 连走路都发出破铜烂铁般的声响 这个恶鬼来到了欧南的面前 欧南大吃一惊 问他是什么原因变成这样 恶鬼告诉他 他的名字叫做面然 因为生前太过吝啬 贪婪而且不知足 所以死后堕入到恶鬼道 变成这副身形 而遭受到种种的痛苦 此时 咽口鬼又告诉欧南 三天后 你将死亡 并投胎到恶鬼道 变得跟我一样 欧南一听 惊恐不已 急忙来到佛陀的跟前 祈求佛陀救助他 佛陀因此为他宣说咽口经 告诉欧南 依照经中所说 施食之法去做 就能够施食给 所有的恶鬼以及天仙 如此不但不会 堕入到恶鬼道 而且还能延年益寿 所有的鬼神 也能常来互持 让我们逢凶化吉 诸世吉祥 此后 施食成为寺庙 度化亡灵的一种 常见佛式仪鬼 而欧南所看见的 咽口鬼王 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也就是我们一般法会 常见的交面大事 因此 观世音菩萨的鬼王视线 欧南尊者的提问 以及佛陀的慈悲教士 共同成就了这一场 普渡六道群迷 令其听闻佛法 往生善道的殊胜法会 在座的您 能否从中体会到佛教超见 以及普渡众生的慈悲精神呢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看我的阅读时光 祝福大家在阅读中 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出更好的未来 我们下回见 每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 For your podcast 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